理想若有目标导航 生涯随处洒满阳光 让机会携手智慧 创业人生 大家好,我是Theresa来自美国洛杉矶 上两次我们录了两集 一集是你要工作一辈子还是工作一阵子 还有如何找额外的收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听我们的想法跟说法 今天我们会去这上面的主题 我们会谈到财富第五波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内容 跟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关系 我们在座还有佑玲跟Lina跟Eric跟我们一起 我想再请佑玲给大家say个hello 各位空中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Lina,我从台湾来 我又回来马来西亚了 大家好,我是Eric 很高兴又再度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今天再来分享一个财富第五波的概念 跟大家聊聊,谢谢 谢谢Lina跟Eric 我们谈了很多的东西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收入 还有跟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接触 还有跟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产品有关系 那财富第五波这本书是Paul Zanfizer他所写的这个书 那这位先生对整个的经济的这个转变 每十年的经济转变有很敏感的一个说法 那他也是美国在以前在雷根的时候 还有在Clinton的时候 他是他们的财务顾问 所以这个人的见解是非常非常的尖锐 那这本书的名字叫The Wellness Revolution 就是一个健康 就是财富第五波的这个内容 就是一个健康跟保健的 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影响的一本书 这样子 我们先谈一谈就是 目前我们这个整个人 这个社会上的生态的部分 那很多的baby boomer 就是我们叫做婴儿潮的这些这些出生的baby们 从1946年到1960年 大概到目前为止都已经超过50多岁了 那这些人带动了整个美国的经济 比如说在他们需要车子的时候 车子这个行业 不管是美国日本都是非常非常的盛行 然后他们又带动了房子 因为他们都有成家立业 所以房产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那现在这些baby boomer长大都老了 都50多岁了 有的退休了 有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仍然在继续工作 那这些人在找寻什么 那我们这个 Paul就在研究了 这些人都需要健康 因为我们都是希望老的健康 老的快乐 OK 老的这个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生活 我们如果不上班的话 我们当然希望自己健康 然后能够做一些舒适的事情 让我们这个生活过得更愉快 那所以我今天就先谈一谈这个 目前这些跟保健有关系的部分 大家的想法 那我想问问看荣如 Eric 你对这个 你也是过了50岁了 对 那你对健康这方面的想法 还有跟你日常生活的一个接触 你怎么想的 我想 这个健康的话 是每一个人必须要的 尤其是在我们年纪到一个阶段之后 那对健康的需求更是 更是急迫 尤其以我来讲的话 我工作大概20几年之后 现在就觉得说 已经慢慢的感觉上有一些退化 比如说膝盖啊 之前我工作的关系占很久 所以膝盖也退化 那有时候会产生不舒服 那还有其他 比如说新陈代谢啊 也变慢了 那这个的话就是 需要增加一些抗氧化的补充啊 或者是增加运动啊 这个部分 那当然 就是说 人的需求有很多啦 那每一个人的状况也不一样 但是呢 因为我们吃的 这个环境呢 那对食物 它的营养素 就是比较没有办法 完全攻击到我们人体所有的需求 所以说这个营养的补充呢 是非常必要的 了解 真的真的 我们像我是58岁把工作 吃掉以后 OK 觉得自己的身体真的是出了好多 不是会死掉的这个状况 但是就是会很不舒服的状况 上厕所有便秘的问题 眼睛有非纹症的问题 又加上这个腰酸背痛 好像永远休息不够的这个想法 那我不知道 幽灵您也是从吃肠里面出来的 OK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自己的这个 对于这个财富第五波里面 所讲的健康跟保健的想法 我想在 在这个婴儿草的那个时代啊 出生了蛮多的人 那需求呢 是渐进式的 可能是从最 基本我们需要吃的饱 然后 这个科技文明呢 越来越兴盛的时候呢 我们对于车子的需求 对于房子的需求 这些基本的需求就慢慢的上来 那在保健这一块呢 很多人当时都并不是非常的注意 那觉得说如果是生病的话 我就是到诊所或到医院去 看医生就好了 吃了药 可能就很快康复就没事了 可是事实上因为 从婴儿草出来的 当时的出生率很高 这些人呢 进到现在已经是 五十几岁到七十多岁 那我们来到 二十一世纪的话 其实有更多的需求 是来自于养生这个部分 因为目前的人都是希望说 我因为现在的人 就是他的平均寿命 已经差不多来到了八十岁嘛 七十八岁到八十二岁中间 那在我们退休后的这个二三十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活得老 活得也有健康 活得有尊严 所以在抗老化这个部分呢 还有预防医学这个部分呢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过去 可以看到这个十几年来 这个房间有各式各样的一个营养补充品 然后也有一些像SPA啦 或者是说像健身房啦 这些就是为了抗老化所产生 为了健康所产生的产业 产业呢 它就是蓬勃的发展 那我自己本人呢 以前就非常注重保养 那可是我是比较注重保养皮肤 我没有注重保养到内在的 过去上班二十年的过程当中呢 常常工作非常的忙碌 那就会疏于喝水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你水喝的不够多 你又很紧张的话 常常都是会有便秘的状况出来 那我问我左边的人 右边的人 哇大概十个里面 大概有六七个都是便秘的 当你觉得大家都好像都一样的时候 你就不认为这个是疾病 可是事实上 如果你的肠胃没有照顾好的话 你很可能 就会慢慢的变成会是大肠癌 所以现代人很多人 他们不知道养生的重要 是因为他们没尝试 但是媒体的兴起 网络的兴起 这些讯息呢 常常都会 就是被报导出来 所以现代的人呢 对于预防医学养生 还有抗老化这一块的需求 就越来越高了 对谢谢 真的是这样 因为像我今天 今年已经七十一岁了 我在任何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行为里面 我会注重自己的保健 我会注重自己的健康 OK 所以这一块会带进来很多不同的一些商机 像我以前去沃玛 在美国上沃玛的里面 在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三四十岁的时候 我进门的时候 我进门的时候是看不到这些营养补充品的东西 全部是看的都是一些这些 potato chips啦 吃的啦 零食啦 这个甜的 咸的酸的啦 都是这些东西 很少有这个保健品的展示 但是现在一进Walmart 一进任何的一些target 第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这个叫做 叫做Health and Nutrition 就是健康跟保健的东西 所以真的因为大家这个社会的形态 带动了一些不同的一些一些产品 所以健康补充品是目前几乎大家都有在用 每一个人多少用一点这样子 所以我们知道应该才的需求是在这一方面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吃的食物啦 还有这个这个保健的这些维他命之类的东西 所带进来的这些商机是真的很可观很可观的 OK 那我想问问看这个Lina 就是你平常是怎么样去 就是指引你自己的这个消费的习惯 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 营养保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 那另外就是日常生活用品的一些 我们对于他的要求 产品的要求 也有很大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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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 所以我想问问看你平常是怎么消费的 我平常的消费 我知道从19 应该是1990年代的中期呢 网络就开始兴起 那么刚开始呢 在电子商务这个部分 因为个人资讯跟隐私还不是 在security这个部分 还不是做得非常好 所以在初期很多人还是不敢在网络上面消费 可是从西元2000年以后呢 电子商务呢就逐渐就是稳定了 那在security这个部分 那在security这个部分也都做得非常的好 那人们就开始到网络上去消费 那我也是 因为我是一个家庭主妇 我常常需要采买家里的民生用品 举凡像卫生纸啦 就是牙膏牙刷洗头洗澡的 甚至家里的食材的一个采买 可是基本上我人长得又不高又挨少 每次去采买这些东西 我能够扛回家的真的非常的有限 还好有网络的兴起 所以我就几乎开始把我们家的 十一住行娱乐的消费呢 就逐渐的转到网络平台上面来 嗯 了解了解 所以你是符合这个社会的这个形态的转移的 对一位这个有智慧的一位妈妈 这样子 哦谢谢你的赞美 那Eric呢 您的消费习惯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是的 是的我在十年前到或是二十年前呢 以前我们都是开着车 然后在卖场去 假日就到卖场去采购 那这也是很多人的习惯 那就是说你去那边买东西 是可以一次买很多 但有时候你会买到一些不想要 不需要买的东西 你会把它带回来 想说既然来了就多买一些 那而且买完东西的话还要排队在那边结账等很久 那这就是说以前的消费的习惯大致是这样子 那当然也有到一些传统市场去买一些肉啊菜之类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自从网络发达之后呢 我现在也慢慢把习惯呢 会转到这个网络上来 真的是这样 在美国里面有时候你说排个队啊 排这么久 如果碰到哪一个前面的顾客的这个要买的东西 价格不清楚 你还要等很久 这样子 虽然在美国的这些超级市场 就是这些百货公司像的target 那都开25条线 30条线 但是还是要排长龙 尤其是找停车位 我这真的很怕找停车位 每次一停车 所以是我们要进去的时候 我老公就会说 哎呀你看那边对面也有个这样子 可是是我陷到的啊 他会让我进去吗 我说不知道呢 OK 所以常常为了停车也会生一肚子气 OK 所以停车啦 排队付款啦 然后再把这些大包小包带到屋子里面 再去分 放在先放在车子 然后再放在里面 像Costco 在美国Costco 他根本对不跟你包装 你自己把东西放在自己的袋子里面 然后拿到车子上 真的是很麻烦 尤其是像我们年纪大的人 手无搏击之力 他拿也拿不动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困扰 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刚谈了保健 也谈了这个消费的模式 这样子 所以你们会在网上去消费 那网上现在的这个东西也是太多了 很多网站 这个www 那个www 那你们是怎么选择一个适当的网站 做你们消费的平台呢 那请Eric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是的 那网站很多 那但是呢 为什么我会选择在一个 所谓的Shot.com 这个美国来的平台 这边来消费 那因为我本身是一个salon的经营者 然后我们本身 除了家里需求之外呢 有时候还会帮顾客呢 我这边的客人 代购一些东西 他们知道我有在 在做这个网路的团购 所以他们会告诉我说他们想要买什么 然后跟我讲叫我帮他们呢 开个团啊 大家一起买比较便宜 那所以呢 我现在就是会在Shot.com这个平台呢 来去寻找自己要买的或是客户 要帮我 要帮他代购的东西 那为什么要在这里买 因为呢 这个平台它是一个搜寻比价 我们可以一次看到很多家厂商 他们提供的商品 那我们可以找一个比较合理 或是比较便宜 那品质也可以筛选 这个找到最适合的一个商品 那另外的部分 它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消费呢 它会提供一个Shot.com给我们 在台湾的话 当然是所谓的Cashback 那在我们当这个马来西亚这边呢 它会给我们这个Shot.com 那也相当于Cash 你可以再重复再消费我们的 它有一个独家代理的商品 因为我在团购的过程呢 那有时候会有一些赚一些 可能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利润 因为厂商会这个退个 比如说5%或10% 给我们这所谓的这个团购组 给我们 那这个也是一点点小小的回馈跟补偿 我觉得也不错 那因为也只是帮忙用个手指点一点 那就可以有一点点利润也蛮好的 那如果说我每天都来开团 这可能也是可以不错一个生意 对 听起来也是非常的这个shopping smart 那我也知道Lina也是一个消费达人 就是他对产品的品质跟价钱跟方便便利的方面 也是非常的厉害的 那可不可以请Lina分享一下 我知道好像你也是在shop.com 在花费你的日常 就是改变你的生活的消费的习惯 这样子 对 我在shop.com消费 其实它是有一个进层的 因为我们在台湾 本来就有很多的购物网站 那我早期在shop.com还没进来的时候呢 我最常在一个网站叫做Go Happy 我会在里面买卫生纸 我会在里面买洗发精 甚至我也会在里面看很多的一个电器 那有时候我会到PC Home啦 Yahoo啦 再去看一看这样子 那在网路上买东西 找东西 比价 是我非常常做的一件事情 可是在12年前 Shot.com进到台湾之后 我的消费习惯就被改变了 为什么呢 因为Shot.com它是结合很多 不同的网路商店跟网站 它全部都把它摆在一个平台上面 所以我就发现我搬家的时候啊 我需要到那个Hola特立屋 去买一些家饰品 家庭的五金 我就会先在Hola这边看一下 然后再透过Shot.com 连接到Hola里面再去买 那像我搬家的时候呢 我会 我要换冰箱 或者是我冷气 我的那个洗衣机坏了 我要换洗衣机 我一样会到网路上去找价格 但是我一定会透过Shot.com去买 因为我早期在用的这个Go Happy 它目前变成一个新的名称 叫做FridayGo 它本身就跟Shot.com合作 那既然我本来就在FridayGo买东西 它又跟Shot.com合作 那我为什么不透过Shot.com连过去 Friday购买呢 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 那我直接去Friday购买就好了 我为什么还要透过Shot.com 因为这些合作的伙伴商店 它跟Shot.com合作的话 都会额外给我们Cashback 在台湾是Cashback 大概有2%到33%的一个%这样子 那在马来西亚这边的话 它是用Shot.com来算的 所以不管我从头到脚 我每天的日常生活用品 或者是说像我经常要出国出差 我要买机票 我要订房间 我都是透过Shot.com 连接到我需要的伙伴商店 来做我所有的消费 那这个好处除了我可以拿现金回馈 我还可以把我每一笔的消费 变成是我的收入 所以非常的有趣 我花出去的钱呢 它会自己找道路回到我的口袋里面 太棒了 那我自己本身是在美国的Shot.com里面 来购买我日常生活的所需 那有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 我买了 从Vans买了我的这个 就是食物 就是比如说牛奶啦 蛋啦 青菜啦 像水果啦 肉啦之类的 然后 东西送到我家的时候 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那我老公说 你不怕它算 里面的那个 那个item是不够吗 我说不会啦 他们这个都是很做的很精准的 结果过了一下 果然是少了一包东西 我的青辣椒啦 我的这些东西 可是没有五分钟 那个公司马上通知我说 还有一袋在他车上 马上就给我送过来 所以真的是太方便了 我不要把东西放到车上 从那个supermarket里面放到车上 再从车上 到了我家里 再从我家里面 再放到冰箱里面 实在是太麻烦了 这样子 所以这个Shop.com 这个网上购物的这个 这个趋势是很棒的 那我想问问看看 他有在马来西亚发展吗 Lina 有耶 Shop.com 在讲到说 Shop.com进马来西亚之前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Shop.com的前身 事实上呢 Shop.com它是一家 已经26年的公司 那它在美国 在美国的总公司 它的名字叫做Market America 但是Market America呢 它一直要发展电子商务 走网路零售业这个部分 所以它早期有跟Google 还有跟Microsoft 合作过 关键字搜寻 这个部分的技术 为的就是要做 比价购物搜寻 但是Google跟Microsoft呢 在关键字搜寻 这个部分 不能够满足到 我们的需求 那Market America公司呢 它就发现 Shop.com公司 当时是在英国 它是英国的网路零售业 那Shop.com它自己本身 背后的股东呢 背后的股东 有三大巨头 你们可能都想不到 非常有名的 一个是Amazon.com 然后一个是Microsoft 一个是Yahoo 这样子 那它最厉害的就是 它能够做比价搜寻 还有就是说 如果当时的价格 你不满意的话 你还可以做降价追踪 你看当时我要从 那么多的网站去 看了个别的产品的资料之后 在自己来做比价搜寻 是不是很花时间 是啊 可是在Shop.com呢 它就帮你做比价搜寻 让你能够一站构筑 有没有很棒 太棒了 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呢 Market America公司呢 就买下了英国的这家Shop.com 然后到如今也引进了台湾 到去年2017年的9月份 它就进到马来西亚了 这个真的是很令人兴奋的消息 非常谢谢你的分享 Lina 这个Shop.com里面的东西 我还是要大家自己进去点点看 那它整个的网址好像是 www.不是 是哪一个网址 是my.shop.com OK OK 非常好 那刚刚Eric有谈到说 他因为这个职业的关系 所以占了很久 所以他气概不舒服 那我不知道Shop.com 有没有根据我们的财富第五波 健康这个理念 他有没有走这个路线 有的 其实呢 这个Shop.com里面呢 他有一个系列产品 就是健康与营养的保健的部分 那他的商品呢 最主要有一个系列叫做Isotonic Isotonic就是一个等渗透的一个代名词 那什么叫等渗透 等渗透就是说 我们它是液体 粉末加上液体 等量的粉末加上等量的液体 冲泡之后呢 喝进去我们体内 它在五分钟以内 可以马上吸收到90%的这个比率 所以呢 它的效率非常的高 那比起一般市面的这些胶囊定状的商品呢 它的这个CP值高很多 高很多 而且呢 你不浪费 你不会 你100块买的东西 你可以用到90块 那它的等于是效率非常的好 所以我 我以前是很少在用这些保健品 但是我刚开始接触到这个Isotonic 我吃了之后我就觉得说 真的对身体的帮助非常的明显 尤其对我的膝盖的保养呢 我个人感觉到非常的有效 对我对用这个它的膝盖保养这个产品 用了大概持续用了半年之后 我就明显感觉到 我现在就是可以持续的运动 不会比较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这个是其中之一点 当然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像抗氧化的商品 对 这个对我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对 然后以前很容易疲累 然后还有一些酸痛麻的问题 现在其实都改善了很多 眼睛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用了有一个商品叫做虾红素 对我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一些这个比较容易 眼睛比较疲累啊 或是容易有这个泪液分泌过多 或是肝炎症 都有一定的帮助 那 所以呢 就是说 在shutter.com里面这些营养保健的东西 我是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商品 而且它都经过严格的筛选 才会进到我们的市场 所以我现在所有的保健商品 我都会在我们的shutter.com上面来选购 谢谢 谢谢 那我们暂时先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等下再继续我们的讨论 关于这个财富第五波 跟目前我们生活的形态有什么关系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